很多人申请房贷被批准之后 一般上都不会去理会 到底这个利息的数额多少 工期的期数又是多少 而且有一些人 他们有钱的时候 会多还他们的房贷 希望以此来省下一些利息 但是原来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 究竟该如何正确地管理自己的房贷呢 留守本集《上海名人坊》 我们让房贷管理专家Sabrina来告诉我们 你好 欢迎收看 欢迎大家收看 《上海的日房》 会计专业出身的Sabrina 在婚姻破裂之后 原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那时候的她除了变得一无所有之外 还需要母坚父职 照顾三名年幼的孩子 其中一名孩子还是一个特殊儿童 虽然Sabrina在不久之后 找到了一份与本科专业相关的工作 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这一名特殊孩子 同时不耽误工作进度 Sabrina最终还是选择了离职 在一次的机缘巧合之下 Sabrina遇到了她人生中的伯乐 也就是她现在的导师David Saw Sabrina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 关于房贷管理 以及房地产投资的知识 从此Sabrina的人生 开始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欢迎收看《上海名人坊》 你好 我是金川 欢迎今天的嘉宾 SIP管理的执行董事Sabrina Sabrina 你好 你好 金川你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 你在创业之前 其实你做过哪一些行业呢 或者说哪一些工作呢 其实我本身是一名计划 然后就好像普通人一样结婚生孩子 是 生孩子由于我本身有三个孩子 其中中间那一位是特殊宝宝 我们叫天使宝宝 接着下来又如常这样工作 到发现我的孩子是天使宝宝过后 我又生产了我的第三个儿子的时候 就无法再如常地继续 再加上那时是我的婚姻出现问题 或是我必须要离开我的工作的岗位 然后接着是也为了让我的家庭 其实那时我的婚姻有问题的时候 我可以算是一无所有 是 一无所有 也很感恩这一路以来的经历 让我那种体验完全是一个礼物送给我 让我能够成长 然后有今天的我 然后在这段的时间 要配合孩子的一些我们讲的治疗 所以迫使我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比如说职校 职业行业 接着我也很感恩 我的亲人就能够提供我一个很好的职位 就是帮他完全处理他整间公司的 操作他的整间公司 可是那个都是工作时间很伸缩性的 对 因为我的孩子偶尔有时要见家长 这一方面的时间必须要非常充满 当时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你花多少时间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 其实对我来讲 我很感恩 因为我原生家庭也不是很好 就是由于原生家庭的关系 所以我已经被我们讲 人是很容易适应环境的 就是以前小时候的环境让我变成很坚强 我觉得上帝关了我一个门 自然有一扇窗开给我 只要我踏踏实实努力的去向前走就行了 过去其实我也访问过一些单亲妈妈 她们成为单亲妈妈之后 很担心外面的人的眼光 她们的一些评论 或者是他们头以异样的眼光 其实针对这样子的一个 你有过渡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需要去担心别人怎么看你 其实我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再加上很多人讲 你讲只是单亲妈妈 我要强调一点东西 更何况一些有特殊孩子的 他们会更加异常的眼光 对我来讲没有的 我对待我的儿子 我当他是一个正常人 是 所以我会 他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人来的 只不过是他是天上派出来 一个天使陪我而已 所以我依然带他去尝试 去体验普通人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对待他就像他的姐姐跟弟弟一样的 现在孩子都很大了 大了 也算是很安慰了 还需要多花点心思 因为要安排他未来的路 其实我现在有一个目标就是 要办一个中心 就是公立的 是 专门给这些天使宝宝 19岁过后 他们毕业过后 能够还持续在那个中心里面 发挥他们所认识的 他们的技巧 就要手艺的东西 能自力更生 对 也能够脱离就是别人所说的 是父母亲家庭的负担 当然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景是因为自己有能力了之后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 有能力之前其实也一直在摸索 当然回到来就是在2011年那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年 那一年你就创业了 什么迫使你创业了 非常的感恩就是遇到我的恩师 他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是 是 他叫Mr.David说 他跟我分享一样东西就是 原来在我们手头上 有时很多人就会讲 我有什么方式去做投资赚多点钱 原来手头上只要你有一个房贷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 所谓不是等于说你去看中这个土地 能够里面有核心的方式不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再加上我本身是计划的背景 是 所以对数字很喜欢 再加上他的分享 他教导的时候打破我的认知 很久以前的信念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可能我的辈分比较大一点 老人家都常说我的公共他们说 永远有一间家 你有钱就尽快放多点钱下去 所以不要给银行吃利息 是 只是自己这样的概念而已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了 就是而且现在就想到 拿到论我能够拥有一间家就很好了 接着做什么 尽快地去赚钱 因为三分之一 你睡觉也好 你冲凉也好 你那个利息都会叮咚叮咚叮咚 在那边计算的 对不对 目前我只要记得准时工 每个月有钱工就好了 其他东西就安心了 对 工到比如说论是三十年 三十年后这间家就是我的 而且很多人的这个概念就是 赶快把这个论还完它 比如说三十年可能用一个十多二十年 就把它还完它 会不会减轻自己的这个房贷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问一下Sabrina 我们先说一说 SIP management到底核心业务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核心业务很简单 我们一个使命 就是要全马每一户家庭 其中一个人能够掌握高销 如何去管理他的房贷 这个就是我们核心业务 为什么特别专注在房贷呢 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点 是由于家房子是家的 对 而且家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个 很温暖的地方 要由于一个家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 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像车贷 或者是其他会需要 只是九年七到九年 但是房贷不一样 房贷要三十年 是 或者三十五年 对 再加上 其实当你签 你获得符合的时候 我们讲你的符合的时候 你们都很高兴 因为我可以有机会拥有我家 别忘了 当你签这个合约的时候 你们三十年 或者是三十五年 所有的条例 就是束绑着你自己 我只知道签很多名字 应该不会很多人都去把每一条都读得很清楚吧 对不对 会 而且不是每一个人 也是会有人会读 但是你读不懂里面的 我们讲是可以算是说技术性的语言 那你们的出现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些消费者或借贷人呢 其实我们有办一些课程 让我们的学生 只要你有房贷的话 你没有房贷的话 年轻人也可以来上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不只是叫房贷 其实我们是 我想教育就是从你怎样准备你自己 让你能够拥有一个家 准备工夫需要准备一些什么 你的就是说你经济方面 然后除了经济方面 你的投资方面 然后怎样去挑选一个家 是 因为有很多人会麻木 或者是也不知道如何去选择 这个我们都会教育 再加上还有 怎样看呢 什么配套适合我的 每个配套都有利益和比 这个 当你掌握了这些知识 你就会很清楚你的方向在哪里 你下一步应该怎样走 好 这些是即将买屋子 或者准备要买房子的人 对于已经有房贷的人 其实你们也发挥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对吧 对 但我们的课程里面 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学生 就有房贷的人 就看懂 很轻松地理解 了解 你们所签下的 所谓里面的条例 如何去保障自己的权益 这是重点 其实也让你懂得怎样去解读你的银行证 是 你的利息是怎样来的 然后你的供款对不对 时间对不对 是 几时供 如何供 供多少 这个是影响蛮大的 那如果说 比如说我 他就自动扣除我的银行户头的钱 那这个我就不太需要去理他了 是吧 不一定 真的 因为我有一个个案就是老师来的 他目前是我的学生 而他上了我的课一生受用 为什么 除了他自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以外 接近四个 就是他本身 他弟弟 他的妹妹 他妹妹男朋友 都同样用着我们这个 一个系统 是吧 是吧 你们这个系统是怎么样操作呢 是可以计算的 是吧 对 非常简单 只要你上了我的课 我们的课程 了解了刚才我所说的 接下来我们会送给我的学生 这个一个系统 而这个系统在马来西亚是我们独创的 很简单 很方便使用 只要你把你的资料填上去 他都会自动寄出那个报告 叫你如何供 怎样供 几十公 所以刚才你讲你的自动 就是这位老师 他在亏损这利息 从一开始就亏损利息了 自动是会让自己付更多利息 亏损利息 对 所以这一点 要留意 要留意 其实是非常个别的 个别的东西 你需要看完你的文件 还有你的资料填上去 好 我这样子理解了 就算是我们准时地还这个房贷 也未必能够为我们节省很多钱 就有一些方法 你们会教你们的学员 怎么样节省这个钱 是吧 是这样吗 对 我听说你们还有一个个案是 就是他很努力地每一个月 几乎是还原本有的这个 需要还的款项 他是超越了这个额度 但是到最后回来 好像不见得省很多钱 反而是道歉银行钱 是吗 可是这是这样一个说法吗 对 这个是真实案例 是我的好朋友的孩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关键就是你的文件里面的条例 可以更具体告诉我们吗 他其实是犯了哪一些错呢 放不对的地方 供不对的户口 是 他是有多还 他有多还 就比如说他原本他应该还千七块的 他有偶尔他会还两千 两千五 很好啊 很好 很多人都说对啊 有钱 因为他自己做一个小生意 对啊 应该这样 我应该是对的 我应该有生意 在他的概念 他认为说我是有省钱的 是 事实上未必 所以就必须要看到的 我们讲的论证明 刚才你说 他还到哪一个户头 其实一般上我们的房贷有 好几个户头 是吗 对啊 如果是Faxi loan的话 有一些是两个户头的 有些是我们讲 是二合一的 有不一样的 所以要很清楚 所以马来西亚的基础 就是有一个是Faxi的贷款 Faxi里面有两种 一种是两个户头的 是 一个是二合一的户头 所以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些是传统的 传统的贷款 对 还有传统贷款 还有一种 我上次也听过Islamic 对 所以有 简单一点讲有 大概三种 三种下面还有 大类的 那通过你们的课程 就会教导客户 怎么样选择这个贷款 然后怎么样还款 会让自己还得更加的舒适一些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受杰茜 就要所知 SIP管理 你们推出的这个房贷咨询和管理课程 其实除了是让自己 就是借贷者有比较宽裕 或者说比较容易地把这个还款 还完之外 还有很多好处对吧 比如说可以帮助一些人为下一代买房子 对 这个又怎么做到 这个是我的秘籍 这个要上课才知道对吧 这边就没有办法透露 反正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 有一些即将拍卖的房子 你们也有可能把它们保留下来是吗 是的 这个也不能透露吗 这个能 分享一点点 不过我是透露一点是 那个秘密就是 我真真实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我利用这个方法 能够让我女儿在去年21岁 就买到她自己的房子了 21岁啊 对 所以觉得这个方法 我应该是让更多大众 更多的家人们都懂得去找我 想要知道就要去上课 对 那至于这个 排卖屋这方面怎么保留下来 这个也是最近的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妇女 她的丈夫因为病逝 没有 MRTA 就是没有买那个保险 然后加上自己也没有做那个遗嘱 对 她又是家庭主妇 两个孩子还在上学 是 这样家庭主妇她唯有的 唯一的收入就是 接待其他学生的孩子一起同上学 MCO两年的时候 完全没有收入 学校没开 是 这样怎么办 这样不会拍卖 而且她的儿子有跟我们讲一句话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协助她 也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她跟我讲 Auntie Sabrina 我爸爸临终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话 孩子 这个家是我唯一的希望你们能够保留 这句话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也很体验到一个家的温暖 是非常重要的 是 是整家人的那种回忆 美好的回忆都在哪 所以我们SIP是在这一行业 尤其是针对利息 房贷的管理 我觉得我们也很了解 接着下来 延伸下来 如果贷款者无法去供还 就会被银行拍卖的 所有接下来的那种程序是怎样 也很庆幸的她接受我们的建议 最终刚刚真的是成功帮她保留回下来 不过这个程序非常的复杂 是 因为她没有要经过法院的 然后蛮多时间的过程 要有很多审核 对 很多部门方面的 还有需要移动到职业的 这个都是我们的伙伴 一起也很慷慨大度的来协助 手把手 让这个家庭能够保留下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让大家看到说不要以为说 已经没有任何希望 凡事还有希望的 只是要找对方法 另外我发现到 其实你们公司 也是中小企业的医生 这方面可以说一说吗 是怎么帮到一些中小企业的 其实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商 可以这样讲 发展商 发展商 因为有些发展商需要移动到 政府的一些配套 比如说她的发展规模 超过5公里的时候 她有一部分尤其在雪狼的州 她必须要把她整个 建立的20% 是规划给我们政府 就是给守护 雪兰儿子民的一种利益 然后由于这种文件上的 组织的准备 还有跟政府官员那种接洽 交调 他们会比较 在这方面会 会比较 就是缺少这些知识 还有方法 没有经验 所以我们没有经验 我们是成为他们的医生 就是为他们服务 一条龙的服务 让他们知道说每个步骤 应该怎么做之类的 那看起来其实你们这家公司 真的有必要存在 因为可以帮助那么多人 但是成立到现在 有没有面对一些难题呢 其实 这样肯定有的 对 肯定有的 哪一方面的难题 第一方面就是大众 贷款者对我们的 我们讲说信任度 因为我们SIP 你不是一个私人公司而已 相对 我跟银行借钱 银行是多大间 你知道吗 对吗 如果现在我跟你讲 因为我可以有一个方式 你还是会有一个怀疑的念头 冒起来 这个无可覆什么的 我相信的 因为如果给我的话 以前我也是会有这样的同感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同点 建立信任很重要 对 信任度 但你们现在在市场上 也超过十一年了 对 应该建立起来了 初期就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是有建立起来 只不过是说我们要想 其实我们的宏愿就是 除了在我们Clan Valley以外 我想把我们的这种理念 能够把它推广到全马 我很庆幸地 我们在Zhoho 已经有了一个总代理 把我们推广这种理念 包括就是刚才所讲的 课程方面 是 然后也同样能够协助一些 这些被迫拍卖的物质要保留的 我们也有做这一方面的东西 目前就是吉隆坡 雪兰娥跟Zhoho 那未来还会到什么地方 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访问 让更加多人认识到我们这间公司 然后接着和我们一起 在这个我们的行业里面 越赞越勇 让大家更加多收获 你们需要的这些人才包括哪一些 其实只要你有心 你年轻有 没有 只要你有心去学习 这个是最重要的 非常欢迎那些刚刚毕业的朋友加入 其实我们有一个计划就是 想要带进去大学 因为大学 你看大学生 他们必须要 准备买房子 教育嘛 一定要从小开始嘛 但是太小也不行嘛 那大学毕业后 接着他们就会往他们的就业啊 就业过后就会建立家庭啊 这种种就是一个最开始 最开始的一个 是 我们切入点是我觉得 而且这一方面我相信在大学 你的教科数没有教吧 没有 都是出到外头 感觉上我好像是应该买房子 那个时候就自己会上网做一些功课 或者听一下这个媒体的一些节目 收音机啊 电视节目也比较少 然后就去看这个什么展销会 了解一下这一些公司啊 大概是什么价位 到底怎么选 选 选择房子 选择房子 应该怎么选 还有一些是什么 跟水电费是跟商业的 这些价格都不一样 它是不是商业地 还是它是商业地 这些也是我之前在买房子的时候 学会的一些 哇 经创本 没有 都是很皮毛 都是很皮毛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因为你会做功课 需要 对 我觉得你会做功课 你这样年轻会做功课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更加有责任地 把这样好的东西分享 是 当然我觉得你们这十一年来 真的走得不容易 刚才除了说提到客户的信任 你们应该还有面对别的难题吧 对 因为我们是 可以算是一个宣传方式 不能打广告 现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要跟上脚步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事业办上 网上 网上来运作 然后我们现在也正在 在上升着我们的网站 让我的学生也好 用户也好 大众也好 更加容易去方便地去观览我们的 了解我们的公司 你们的这个房屋贷款的资学和管理课程 为期多久 多长呢 需要上多少堂的课呢 其实一堂课 一堂课 但是无限的重复 可以一直来复习 对 那是你本身在教课吗 对 我本身来教课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当讲师的 有啊 所以你是很乐于当讲师 当老师的 对 还是这是你小时候的志愿吗 想要当老师 又不算是 不过我很喜欢分享 天师很喜欢分享我所会的东西 但回到来 其实你们有想过 有一天你其实是会创业的 你之前就希望说自己创业 对 创业对你的概念是怎样的 有一些人觉得创业才能够赚到财富 有一些人觉得创业我可以造福人群 造福社会 我可以算是第二类吧 第二类 最重要是 我觉得我们能胜下来 是我们讲的本最具足 我们都是能够发光的 我们可以用生命来影响生命 所以每个人天生有自己的天赋 可能这一方面是我其中的一个天赋 所以通过创业我能够把我的天赋 发挥同时能够给予整个世界 或者我们讲社会给予他们价值 有些人说妇女创业不容易 但些妈妈创业更难 对你来说呢 对我来说 我不觉得困难 可能是以前的已经过了 而且我觉得困难 只要你有心 对自己很有自信 对吧 对 这个自信从哪里来呢 或者怎么样培养出来 对吧 其实自信只要你了解你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你的优点 你的缺点 然后你不断地去内观自己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 最近也是有经修一些心灵课 所以很注意自己的生与意 然后又有自我建设自己 所以自自然的 你的自信就会绽放出来 当然身边的人也很重要 就大家给你的扶持 帮助 肯定 这都很重要 不过一路走来 我相信创业 或者说在这个社会上做这个事业 一定有得有失 你讲得失 我反而觉得我得比较多 比如说你得到哪一些呢 你觉得 得到些什么东西 其实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在创业这个路程 我很感恩 我拥有的是 我有三个宝宝以外 我还跟我的前婆婆一起住的 我很感恩她 所以我觉得我在创业这段时间 她给我的支持 爱护 包容 不单止她 我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得到的 我感恩这一些 反而我没有看到我失去什么 是 因为失去的已经不足以去谈她了 对吧 对 因为得到实在太多了 对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你身边的人说 甚至是对一些担心妈妈说呢 因为担心妈妈需要很多人的鼓励 对 对 你讲得对 我自己抱着一个信念就是说 什么难题就是我们人认为的难题 都是一份很好的礼物给你成长 而且妈妈是非常伟大的 女人我们讲 为武则杠 所以担心妈妈不是一个包袱 也不是一个失败 所以如果你是一位担心妈妈 你一定有方法 只要你找对方法找回自己 你的家庭就是你的后盾 你一定能够支持着下去 走出你要的一片天 任何的事情发生 其实都有可能是好事 对 它让你知道了一些事情 然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去部署 它不是世界末日 因为看到现在有太多负能量了 希望说大家有更多的正能量 最后还有什么话要对一些 帮助过你的人说一些话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婆婆 还有Mr David这些 对吧 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真的很感恩他们 真的 在我不只是这样 其实第一个要感恩的是我的父母 他们生我 养我 这个是我最重要要感恩的 接下来就是要感恩 我的家人一路以来的陪伴 还有支持 接着还有就是我的所有教导过我的 无论你小学也好 中学也好 所有的恩师更加 更加特别是我的这个大恩师就是Mr David 让我从一无所有到现在这么富足 还有的是太多东西要赶了 是 孩子的老师对吧 对 孩子的老师 然后孩子们 还有我的前婆婆 真的是有她 我才能够非常的 通常的我们讲 放心的 放心的去打拼 对 这个是我真真的感谢 刚才你提到要成立一所中心 对的 这个在什么阶段呢 其实我目前还在起步 不过我目前有参与一个活动 在进行着的 是 是给特殊孩子绘画班 这个是我一些朋友 他是绘画师 画画老师 他会配合这个 黑眼睛基础 他会以AI的方式 来提升这些孩子 这些天使宝宝的绘画 然后完全是免费的 非常有意义 让他这些孩子 能够找到一个 能够提升他们的自信以外 同时也能够通过他们的画 如果有人很喜欢要购买的话 这个也是当成他们的收入 对 接着也是能够让这些家长们 对这个孩子抱有希望 他们是能够在这个社会 提供一些价值的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好 希望说你这个中心 很快地能够胜利起来 也希望说你接下来的这个事业 能够继续地在世界各地 首先在马来西亚各地 对地 马来西亚各地 发光 之后再到国外去 对 好 谢谢Sabrina今天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 Merry Group Hotels Inti University等企业 也荣获SME 100 大马快速发展企业奖 和JCI 国际青商企业创意奖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 www.yeming.com 获取更多详情